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加拿大移民局官网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办理这个无犯罪记录 从哪里获取无犯罪记录所需要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还是通过加拿大移民局官网 带大家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首先打开我们熟悉的CRC.GC.CA选择英文 就进入了我们加拿大移民局官网的主页面 在Service and Information这底下的一个My Application 我的申请这个链接里面 点击它 打开到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往下走就可以看到 Get a Police Check 这个链接我们打开 那这里呢 这个页面呢 就会带到你一个细节 申请无犯罪记录的一个页面 About Police Certificate 在这里大家也详细的可以看到 它为什么要提供这个无犯罪记录 因为加拿大移民局和移民法都已经明确的说明 即使你的申请的各方面条件都达到 你作为主申请和你的家庭成员18岁以上都需要拿到这个无犯罪记录 这是他要求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个Next Where to get a Police Certificate 在哪里获得这个武犯罪记录 加拿大移民局官网在这点上还是做的比较赞的 把世界上的国家 零零总总都汇总到一起 这里有一个按钮How to get a Police Certificate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每个国家的方式方法和流程都不一样 还经常会有变化 不像每个国家都很流程化 有些国家还经常战乱的 政局动荡等等 它把这些都罗列出去了 实际上这种国家都在这里面 每个链接都在这里 但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取决于个人的情况 我们先选择一个咱们中国 咱们中国的情况是什么 选择中国.find out how to prime 在这里面 就已经把申请的流程 要求的这种文件 都已经向申请展示了 包括对中国的国民 以及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 都可以遵循这种方式 去获取无犯罪记录 在咱们国内 获取无犯罪记录 其实也相对比较简单 通常对咱们国人来说 就是到你的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 开具证明 然后再拿到公证处 去做翻译公证 提供翻译公证件就可以了 无犯罪记录的原件 它是会被这个公证处给收回的 这是一个特点 当然除了咱们中国之外 各个国家 也都有各个国家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 就美国呢 就要通过FBI 然后对应的一些要求 按指纹呢 通过这种电子 或者是纸质的方式 按指纹 才可以办理这个无犯罪记录 那有些国家呢 还有一些申请一些细节 我想给大家特别指出来 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 办理无犯罪记录呢 不光光是要向他的警局做申请 但有些州呢 还需要向他的一个交通 相当于一个交通记录部分 做申请 比如说 就有special consideration 有两个州 一个是昆斯南 昆斯南州 一个Vectoria 维多利亚州 它需要你提供 traffic history full license search history 都提供过去才可以 因为在加拿大 酒驾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罪 可能会导致你不可以办你加拿大移民 所以呢 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两个部门 是分开来录用的 所以他一个警局负责看你有没有犯罪记录 另外这个交通部门呢 是看你有没有酒驾或者独驾等方面签业记录 你必须同时提供这两份文件 给到加拿大移民局 才可以让你的这个移民申请 顺利的进行下去 好吧 所以咱们做移民申请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 每一些东西都要是根据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指引 细细的去做 才能保证不犯错 保证你的是个申请顺利进行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加拿大移民局官网的操作指南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律法律公司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asir 感谢观看